华人移民在打拼一段时间有了积蓄之后 总想有着家 下面就带您来了解 纽约三大华人社区的房市情况 以及如何能顺利买到好房子 约织不动产顾问公司负责人张慧文表示 华人房地产买卖在纽约非常活跃 主要集中在皇后区布鲁克林和麦哈顿 今年还比去年继续往上成长 那成长的速度呢 目前来讲 就说这段时间是稍微有减缓一点 但是呢还是在历史新高点 现在很多建筑商瞄准布鲁克林和皇后区 今年在布鲁克林建房居多 但从成交值来讲还是麦哈顿居首 成交值最多是麦哈顿 大概占了50几% 然后再也是布鲁克林区20几% 然后皇后区20几% 布鲁克林巴达道华人聚集区 房产市场已趋于饱和 但仍然很受关注 华人现在逐渐难迁 近年来 班森赫 贝瑞吉和戴克高低的房产市场发展很快 当地的房地产呢 也相对的慢慢就是 增值很多 速度挺快的 也带动附近的商业地产 皇后区 房地产最火热的地区 包括法拉盛 爱姆赫斯特 森林小丘和丘园 张惠文还表示 买房时一个地产经纪还不够 还要有律师 会计师和保险经纪 这样专业团队的服务 我们本身对于每一区 它的现状 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 应该是比一般的买家都了解 那就是帮你做分析 那这整个过程呢 就是说 有什么是需要注意到的 就是我们都会帮买家做一个 就是说 很好的 完全的准备 张惠文在2002年 进入纽约房地产 曾在纽约房地产行业杂志 蔓延报告中 被称为可以托付梦想的经纪人 新台人记者安心 奥利弗纽约报道